我先出去换点气 快过年了 开着前车大概十来公里 过年了不换好你到时候气都没了 过年人家放假了要 营地还比较安静的 场地很大 藤冲和胜古镇边上最大停车场 这停车场非常漂亮 如果房车停在这里面 也是很舒服的 大家看一下 因为目前还是免费的 两年都免费了 你看草坪多漂亮 通电的我们转一圈 直流交流都很漂亮 然后他们在灌溉再浇水 我们来转一圈 这边是洗车的 我待在外面洗过了 我在这擦擦干净 先停一停 好 自助洗车七七 我的干净锅 我昨天想洗营地还没水了 最下面的洗的 它是风干的 我就担心后面拖车 拖上钩 勾住是吧 它下面不是很干净 因为它那个像毛巾一样的 鸡毛胆子一样 甩着 太软了 差一点 甩下了 因为它要考虑洗大车小车 高的车都要考虑 反正给你那个快 不然再来洗一次 我是中石油的大客户 一充就五千块钱 你跑得多 跑得多 能过也洗得干净 能过本来就很干净 我这停车场超大 我们来参观这个停车 大概有上百个车位 这边有六七排 每一排都十来个车位 然后草坪你看那草坪多好 对 那草坪多好 所以他们以前房车可以进来的 就是乱倒水 什么他们保安说了 跟我说了 乱倒水 乱倒小便的 然后周围农库家里面种的菜地 往菜地里倒 它这个大家走得出去通的 对前面有菜地的往菜地里倒 草坪的草坪很贵的 他说 都保安得很好的 都全部弄到一套 然后就费的 不让他们进来 长得像房车一样的车 都不让他进来 它那个栏杆不是难收费的 它是栏房车 我充电嘛 我去看看充电的价格 虽然我营地里免费 虽然我去看 我们这样转一圈看一看 你看这都是空的 又是免费 其实收费都没事的 你收5块一次进来 一天收个10块20块 都可以 好好管理一下 人家房车的也有地方 你这后面这一片嘛 你看充电桩停车区看到吗 这水泥地的你就可以管房车的 就是水和电 你排水的问题也要解决好 现在这样它资源浪费 全浪费 你看管理的很好 管理还在浇水 两年了而且这个停车 你看多大 我们开到充电桩那边去看看充电桩 这个 设施确实很完善 有慢充有快充 慢充贵还是快充 我都看看价格 这个是交流的 一块两毛九 也还好 应该直流的 直流的应该也差不多 好多质源浪费 这又是四个充电桩 两个两个 好多个 这边是两个交流的 这边六个直流的 十个直流的 都没车进来 这边呢到和胜古镇也就几百米路 做一个平地啊非常平整 你看车位特别大特别长 这个超过六米七米八米的车位 这边停的话都非常舒服的 就中间有一小部分车 这全部空的 两年了你看保养了也很好 地面非常平整 像马路上一样 光线啊太阳光啊 这个位置都非常好 离这个各个几个点都比较近的 然后都是一些 他们这些车是当地村民的车 师傅啊 这个停车场可以停车进来吗 航车床车都不得入内 大概多长时间了这样回的 有一年了 其他车都能进来 就是免费的 嗯 因为床车 把那个这里的环境搞得乌烟瘴气 啊 导致移交 成功不了不成功 为什么不让房车停 我给你们看看房车 房车的所有行为 我们完全都有政绩的 他们这些太不像话了 本来 告诉他们说要注意 你们自己的形象 说了多少次他们不听 嗯 我路不下了 告诉他们生活垃圾自行处理处理 他们 不停 嗯 你看看 嗯 是的 很脏 大便都在袋子里面 不丢 哦 那床子 没气罐 小罐小罐 嗯 那 明明告诉他们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弄了 不要这样弄了 你们要注意形象 嗯 这些都是房车的 嗯 形象 所以现在现在大家都玩不了了 对 行了之后 他们晒衣服 喊他们说不要晒 因为这个景气 啊难看 对 影响形象 哎呀 内衣内裤 哎呀什么 就像 好比是他们家一样 嗯 哎呀 没法说了 说不下去 那还有的草坪 嗯 草坪 他停了几天 把草坪人家辛辛苦苦种起来的草坪 拆死了 我就问他 我说 如果是你换位思考 如果是这个草坪是你自己家里面的 你这样 别人来这样拆你的草坪 你心里面如何想 嗯 我说你自己自己考虑 我们多的也不说 嗯 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 人家几百块钱 喊你赔也应该赔的 是的 但是我们这个景气 相关领导相关部门又做不到 唯明欠导 但是就是有人不听 好了不听不听的话 就这样浪费了 那云南呢很适合房车旅行 但是呢 到了像这样滕冲这边 有很多房车 几十台上百台的房车 都聚集在一些广场啊 免费的停车点 而不来这样的营地啊 营地非常大 什么原因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高黎贡山的一个茶博园 这个营地的面积非常大 营卫也非常多 这个都是一些营卫 这边 这都是 这山上也都是 那几个都是 营地车 在拓展的营地车很大 用来住宿的 然后这一片往前 山上都是 大概有五六十个 可以停拖挂房车 自行室房车的一个车位 都有水电桩 一点 啊 水电桩都有 为什么这样的 营地没有人去呢 设施配套都齐全 费用也不贵 几十块 不到一百 五六十七八十都可以弹 啊 景色也不错 离市中心啊 离那个和胜古镇啊 都是十公里左右 市中心 那自行室呢 确实有点困难 对我们拖挂来说呢 开前车去完全没问题 所以大家评论一下 这些房车不进营地 是什么原因 现在全国各地景点的地方 都不缺营地 但可能有些人为了省钱 是一方面的原因 然后把好好的停车场 弄得屋檐瘴气 乱晒衣服的 乱倒水的 用一些害群之马 把整个房车 挂床车 这些露营生活 玩房车的口碑 玩坏掉 就算是在营地 也要注意个人的形象和素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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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